哈嘍大家好,主春奴 繼元旦日,日本東京羽田機場客機雙撞引起大火之後 昨晚韓國有架客機亦發生驚險一幕 客機撞倒雀仔,引擎起火 事發在當地時間1月10日晚 韓國德威航一架波音737800客機在仁川機場著陸前 因為撞倒雀仔造成右邊引擎起火,噴出火花 據報機窗內出現燒焦味,地面一度聽到爆炸聲 乘客陷入恐慌,最終客機成功著陸,機上122人沒有人受傷 據航空公司透露,客機昨天從東京成田機場起飛 在晚上9點28分降落仁川機場時 發生雀仔被吸入引擎事故,導致引擎發巨響 並噴出火花,機場當局接到火警警報後 仁川機場消防隊迅速趕往跑道 為了安全起見,客機進行了一次復飛 又飛上去,晚上9點41分安全降落在跑道上 全機乘客都沒有人受傷 其實鳥類吸入飛機的引擎事故 在世界各地的機場都經常發生 香港赤立各機場都有試過 客機飛來香港降落時,撞到鳥類 碰到機臂都凹了 有些吸入引擎 好像這輛在英國的客機起飛時 吸入了一隻小鳥在引擎 情況類似南韓昨晚的客機 引擎噴出火花,但沒有爆炸 最重要是不要爆炸 因為現代的客機相當安全 即使只剩下一個引擎 都可以繼續飛,以及成功著陸 好,這集就看到星期間的特賞支持我 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 下集見!